多囊性卵巢症饮食,少吃45%避免荷尔蒙失调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是常见的妇女疾病之一,是指女性的卵巢有过多不成熟的绿炮 且排卵稀少,男性荷尔蒙过高,导致经期不规则,不孕,甚至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的一种病症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盛行率有多高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妇女健康办公室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on Women's Health 指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影响了约10%的育名女性 章话基督教医院妇产部部主任蔡宏德曾撰文指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患者人数,约占生育年龄妇女的5%至10% 美国罗撤斯特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edical Center,指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因为荷尔蒙影响女性卵巢,所造成的一系列症状 卵巢是女性体内储存卵子的器官,同时也可能影响住全身的健康 正常情况下,女性卵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排出成熟的卵子,形成生理周期 如果排卵所需的荷尔蒙分泌不足,导致卵子没有正常排出,卵巢会渐渐形成多个充满液体的氯泡,而这些氯泡则会产生雄性激素 Androgens 虽然正常的女性身体也会制造少量雄性激素,但多囊性卵巢患者体内的雄性激素浓度更是高于一般女性,并可能因此影响生理周期,导致一连串的多囊性卵巢症状与健康问题 多囊性卵巢症后群的症状 多囊性卵巢症后群的主要诊断依据 包括女性体内的雄性激素过高,排卵较少,以及超音波检查发现多囊性卵巢 常让病人感到困扰的症状,则包括经期不规则,降低受孕率或不孕,体重增加或肥胖,掉发,睡眠品质不佳,容易肠痘,忧郁等 荷尔蒙专家,营养师Elizabeth表示,将糖和乳制品从日常饮食中去除,有助于改善多囊性卵巢症后群的各种症状,包括改善皮肤问题 万方医院妇产部生殖医学科主任徐明毅则指出,由于多囊性卵巢症后群的病患可能长期存在代谢异常问题,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改善生理方面的困扰 对于多囊性卵巢症后群患者,简虫尝试第一线的治疗法能够恢复正常的荷尔蒙状态和抬卵,降低流产机会,另外多运动也能改善一道素反应,且有助控制体重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妇女健康办公室也列出了常见的多囊性卵巢症状 生理周期不规律,经期次数减少,每年少于八次,另外也可能每21天就来一次月经,甚至更为频繁。有些患者也可能停经 毛发增生,特别是脸部,下巴与其他男性会有体毛的波位。这种症状称为多毛症,hexiautism,并且可能影响超过70%的多囊性卵巢症后群患者 痘痘,脸部,胸口,或上背部的痘痘增加 调发,头发脱落增加,头发变细,或是雄净秃状况 体重增加,或是难以减重 体重增加,或是难以减重 腹部折痕皱纹、腹骨勾或胸部下方。 皮肤肉牙、脖梗或腋下出现小肉牙增生。 不孕,多囊性卵巢症后群是最常见的女性不孕原因之一。 多囊性卵巢症后群的原因。 根据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妇女健康办公室资料,虽然目前多囊性卵巢的原因尚未明朗。 专家认为可能与基因、胰岛素或雄性激素过高有关。 雄性激素过高,女性体内也会正常产生部分雄性激素,而多囊性卵巢症后群患者体内的雄性激素浓度。 常常高于一般女性的平均,可能导致卵巢无法正常在生理周期内抬卵,以及引起毛发过度生长,肠痘痘,这两个症状也是多囊性卵巢症后群的特征。 胰岛素过高,胰岛素是控制摄取食物转化成能量的荷尔蒙,当身体细胞无法对胰岛素做出正常反应,称之为胰岛素阻抗,血液中的胰岛素浓度也会高于正常值。 许多囊性卵巢症后群的患者都有胰岛素阻抗的问题,特别是肥胖,体重过重,饮食习惯不健康,运动量不足,或有第二型糖尿病家族病史的人。 多囊性卵巢症后群 多囊性的治疗方式,会随着患者年龄,症状严重程度,整体健康,是否计划怀孕而有所不同。 对于计划怀孕的女性,治疗方式包括。 饮食 帮助排卵有益。 帮助排卵的药物,使用药物可能帮助女性正常排卵,但这些药物也可能有一些风险,像是多胞胎,或是过度刺激卵巢,荷尔蒙分泌过量,导致腹部胀气,骨盆疼痛等症状。 如果没有怀孕的计划,治疗方式则可能有。 避孕药 避孕药,帮助控制生理周期,降低雄性激素浓度,减少痘痘产生。 。 糖尿病药物,帮助减少多囊性卵巢患者的胰岛素阻抗,也可能有助减少雄性激素浓度,减缓毛发生长,并帮助规律抬卵。 。 饮食,运动习惯改善,帮助减重,减缓症状,提高胰岛素敏感度,降低血糖等。 。 其他有助于改善毛发生长或痘痘的药物。 。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与其他疾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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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妇女健康办公室指出,虽然还不清楚因果关系,或是有其他隐藏的疾病原因存在,但研究已经显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可能与其他健康问题有关,包括。 。 糖尿病,超过半数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患者,会在40岁前发生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也称为葡萄糖耐受不良glucose intolerance。 。 高血压,比起同龄的女性,多囊性卵巢患者会有更高的高血压风险,因此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也会增加。 。 胆固醇值不佳,多囊性卵巢患者常有坏胆固醇,LDL-Coastro,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过高。 。 好胆固醇,HDL-Coastro,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过低的问题。此外,血胆固醇过高也会增加心脏病与中风风险。 。 睡眠呼吸中止,Sleep Apnea,许多多囊性卵巢症后循患者同时有肥胖,体重过重的问题,这同时也会增加睡眠时呼吸突然且反复停止的几率,并提高心脏病与中风等疾病风险。 。 子宫内膜癌,Indometrial Cancer,排卵异常,肥胖,胰岛素俗抗,肥胖都是常见于多囊性卵巢症后循患者的问题,并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变的风险。 忧郁症,焦虑症。 。 。 多囊性卵巢症后群饮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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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吃羽衣甘蓝 大豆 红肉 寒性食物 Elizabeth也指出,有些大众认为健康的食物,其实会导致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问题更严重。 因此,想要减少荷尔蒙不平衡所导致的问题,就要小心避免以下食物。 1. 生吃羽衣甘蓝 许多人都会觉得很惊讶,毕竟羽衣甘蓝被认为是超级食物中的超级食物。 但是羽衣甘蓝、花椰菜、高丽菜等十字花科蔬菜中,都含有甲状腺种素——Gatergians。 1. 若是生吃十字花科蔬菜,就会抑制甲状腺的机能,并导致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2. 如果想要生吃蔬菜,可以选择芹菜、罗曼生菜等其他蔬菜。 当然,十字花科蔬菜对身体也有好处,用少许椰子油拌炒之后也可以安心使用。 2. 大豆 Alyza Vitti指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病患肠仪豆浆代替牛奶,用意是希望豆浆能够减轻与荷尔蒙相关的问题,因为豆浆中的植物性磁激素,和荷尔蒙相关的问题。 2. 人体的磁激素作用相似。 3. 但是,植物磁激素和人体磁激素仍不完全相同。 3. 摄取过多大豆时会使身体机制混乱,以为已经制造了足够的磁激素,因而发出讯号,使内分泌系统减缓磁激素的制造。 4. 磁激素一旦减少,就会减慢黄体生成素的制造,因而导致停止排卵。 4. 因此,若是喜欢喝豆浆的女性,应先咨询医师意见,并适量饮用即可。 4. 红肉 3. 红肉 4. 会被建议采行包含大量肉类的原始人饮食法。 5. 但Elizabeth认为,摄取过量的蛋白质,会减少性激素结合球蛋白的制造量。 5. 而多囊性卵巢症后群的患者更需要这种蛋白质以降低一股酮浓度。 5. 原始人饮食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强调蛋白质的饮食会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 5. 虽然碳水化合物也不能吃多,但多囊性卵巢症后群的患者仍需要足量的葡萄糖,以帮助甲状腺机能正常运作。 5. 黎麦,糙米等健康的骨类,都能提供适量的葡萄糖,这也是健康的脑下垂体机能所需的营养之一。 5. 含性食物。 5. 传统中医将食物分成寒凉、温热等类别。 5. 患有多囊性卵巢症后群的女性,应该多吃阳性、温热的食物、疑患和死宫和卵巢中潮湿、停滞的状态。 5. 而Lisa Vitae推荐食用肉桂,能够稳定血糖并帮助抬卵。 5. 另外,张文心中医师则建议少吃寒性的食物,像是冰品冰饮、西瓜。 5. 水梨、橘子等,而良性食物包括丝瓜、白萝卜、黄瓜、冬瓜等,则应搭配葱,将一起食用。